大家好,我是护肯炕子,我又来了啊 这是两个朋友给我的东西啊 我刚刚把平均的东西寄给我 两个朋友呢,又给我一堆东西啊 大家看这个大观测石是裂的啊 我到手就裂掉了 太坑了 好看啊 这是一个我们全社的社长给我的 十个银元 我们全社的社长主要是玩那个就是 新疆的银元啊,他喜欢玩 大家有赶进去的可以找到交流交流 我们一起看看,都有些什么啊 这是一个新疆的一个响银,响银五钱 这个龙的状态,龙银是看不清楚了啊 这个不知道能给什么分 XF45吗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响银五钱啊 背面呢,又有一条龙啊 喀什造的,响银五钱 这个也是啊 这是迪化银元五钱 啊,字还是蛮清楚的啊 字口蛮清楚的 啊,这个状态还蛮不错的 这个是个典型的新疆银元的一个包姜啊 还是挺有意思的 欣赏一下,还是蛮好的啊 他让我帮他保价两万块钱 我说其实现在不怎么要保价的 我说保价也没啥用 人家不一定会赔 啊,他不信嘛 啊,我也不劝了 反正他钱他出嘛 我帮他保价就完事了 啊,这个呢,也是这个状态啊 啊,这里其实是有点搓了印记 这个应该出不了风了啊 肯定是没办法出风的了啊 啊,再看一看这个 嗯,这是一个响银五钱啊 这也是一个响银五钱 啊,状态怎么样啊 这个龙铃都看得比较干净啊 但也有磨损 龙铃还是有磨损的 但整体还能看到龙铃的状态 包姜有点怪怪的 嗯 好像可能是圆光的吧 我也不太懂啊 对,明远我来真不懂 啊,这一枚的话也是一个响银五钱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状态 啊,然后这一面呢 也是一个龙 啊,我就不去碰到这个袋子了啊 反正他保护的挺好的 我还是拿袋子给他一个个放好 让他避免划痕嘛 啊,这个也是一个 宣统年造的啊 喀什造五钱 都是五钱啊,这一波 嗯 背面这条龙好卡哇伊的感觉啊 龙嘴里面还有个五角星一样的东西 这边一只蜡蜡蜡还是蜥蜴的 啊,这个钱 我感觉这个钱也出不了封了 这个编到有损伤啊 应该是零六啊 这一个钱 零六 这个的话 看一下啊 仔细看看 嗯 这个应该也不大好搞 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有希望出风啊 差不多四十五 还是有希望的 这个是一个 大清 银帮啊 这个也是香瓶五钱 好像也是比较常见的啊 香瓶五钱 现在好像这些都挺贵的了啊 都银元 但最近银元有点掉价 我不知道新疆银元有没有掉啊 这一个的话是 这个龙也挺可爱的 这个也是喀什香瓶五钱啊 这也是香瓶五钱 就是这一堆都是银元的五钱啊 喀什啊 这种啊 一堆的银元 然后这是我另外一个朋友的啊 就是 呃 怎么说呢 是另外一个朋友的啊 另外一个朋友的 就是 这一堆叫什么 嗯 这是大圆啊 大圆呢 以前我不知道大圆的修补有这么多啊 但是我最近看了一些大圆啊 我感觉修补确实挺严重的 我上次买了几个大圆修补的情况也挺严重的 他这几个我感觉应该修补的概率也挺高的 反正呢 就这么个情况 后来我跟一些老老的特别牛逼的玩大圆啊 这些的一些能聊过啊 他们说大圆的修补可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 啊修补的量还有非常大 当然肯定修补也有路合的啊 大家呢 就反正这东西都是老生常才呢 也没有什么值得太惊讶太怎么样的啊 反正这种简单看看你是看不出修补之类的东西的啊 因为我也是朋友拿那个X光机帮我过了几个都是有修补的啊 都是有修补的啊 最近的几个大圆啊 我让朋友看他没看出来的一个我能到拍卖去最后也被退了 那一个也是有修补的 现在这个修补的量还是真的挺大的大圆的修补量啊 啊像这种品项的具体什么个情况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差不多就这样 我寄到公伯去看打这一波盒子能进去多少个我也不知道 反正有七个大圆还有啊 这一堆的银元另外还有七个大圆 啊就是这一堆啊 马上又发到公伯去考试看一下啊 考试结果怎么样 哎呀反正差不多就这么个情况吧 啊又是一堆的大圆啊 哎最近我自己收了七八个大圆 结果进盒子的就两个啊 然后这一波又是一堆啊 这个大圆具体进盒子能进几个我也不知道 啊银元的话我估计问题应该不大 因为社长的银元应该还是比较精灵的啊 比较厉害 应该是不怎么会买到假货的啊 反正倒是看吧 看他这一波大圆打的怎么样吧 嗯 我就给他寄过去 行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的观看 你把它打包一下 把它寄走啊 打包一下 把它寄走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我这边地板上都是地板 破地板 这个不小心摔摔一点 行 这一堆都给他发走 行啊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啊 拜拜 拜拜 嗯 愿意再拿一个这个给他封起 这个有点封住口 这个还是有点那个 给他放里面封住 然后我们再拿一个袋子给他放里面 这样的话这个盆子就封在里面了 把他保护了 明天就给他们发成了 是大鱼 大鱼呢 他就没有这么复杂了 买了这个给他摸一下就行 他给我都随便一扔的 我给他发货 还给他包一下 哎呀 哎呀 现在是朋友的东西啊 来包一下吧 对 来包 再拿一个那个袋子给他装 明天就一起发走 哎 人生呢 就是 大藏包小藏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